休旅车翻落草莓园 阿贝出事了 一个转弯翻车了 还好人没事 驾驶从右前方的车门爬出来 找来拖掉车解救 休旅车才从草莓园脱困 这高地落差大约一公尺 底下草莓园柔软的土壤缓冲了压力 草莓珠被压扁 就翻到这里啊 你看那个泥土都还在啊 附近的居民说 最近一天一翻车 要玩入这条道路 比考驾照还要难 实际测试真的不容易 接着开了这辆车 深山湾区小路都走过 还得有人帮忙看着 动退调整切入角度再来 回车两次才抓准了角度 转进来的小路就一个车身宽 两边完全没有空间了 拿出两尺一侧 比一台车的车身宽一点点而已 这是位在苗栗大湖 台三线旁的产业道路 因为大湖二桥改建 进入大湖市区 得走台三线外环道 再转入市区 附近的居民 平时机车出入没什么问题 但是四轮车辆却接连翻车 好几辆呢 不是只有一辆呢 那边一封掉 好几部车子这样掉下去 没有掉下去的就轮子卡在这边 不是主要的交通道路啊 这样啊 那只是产业道路而已啊 防重感还是警示的 最起码人家车子 他的事看得到 他都会避开那个 就不会掉下去 两敏欢的产业道路 连地图上都没有 居民说外地人不会走这条路 但是附近的居民可能当捷径 不过技术不够好 就会向搬车潜力 阿伯出事了 TBS新闻歇轨进入熟评 苗栗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